华策会皇后分会与纽约市议员顾雅明14日联合举行记者会 说明有关社区服务的资金分配更新情况 并呼吁各界筹集资金继续支持社区文化教育项目 由于纽约州市两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日趋短缺 直接影响到纽约市各非盈利组织进行和推展的各项社区服务计划 以服务华人新移民社区的华策会为例 每年组织开办的老人文化课程 青少年暑期班以及凸显中华传统文化特色课程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除了更加合理的使用能够申请得到部分经费外 该会还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经费 我们华策会有不同的服务 因为我们政府的钱越来越少了 所以很多的服务要靠着其他的人 所以许多人可以支持我们 我们就能接下来一直服务给我们的社会 市议员顾雅明表示 纽约市范围内老年人和青少年服务和教育方面的经费 正在受到影响 他和市议会同事将继续保持 对社区服务经费分配的支持力度 顾雅明还表示 社区团体的各项教育和服务计划 对于社区民众 特别是老年和青少年群体必不可少 有需要的社团除了通过市议会的网站申请资金外 也可以与他的群社区办公室联系 著名的纽约花卉节将在本月18日和25日 分别在皇后区的法拉圣草原 可乐纳公园和曼哈顿中央公园举行 届时来自各地的艺术家及花艺设计家 都将展现才华 用歌舞及鲜花艺术 庆祝哥伦比亚移民的传统节日 皇后区植物园14号举行记者会 执行主任雷瑟蒂宣布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的纽约花卉节 自即日起来自哥伦比亚的艺术家们 会在皇后区植物园准备他们的鲜花作品 他也邀请社区民众前往参观 欣赏独特的插花艺术 出席的纽约花卉节活动负责人艾克塔斯表示 纽约花卉节是起源于哥伦比亚一个传统节日 庆祝生活的美好 在多元化的皇后区 这个节日也成为一个多元化的花卉节 其中18号的活动从上午十点开始 鲜花游行将从法拉圣草原 克勒纳公园靠近111阶的儿童游乐场开始 出席活动的人士还包括哥伦比亚驻纽约总领事艾伦萨苏 事议员顾雅明 周中元罗丽莎及金队席代表刘玉玲点人 与会者对于这项活动都表示肯定 并欢迎社区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共度美好节日 据介绍 花卉节在25号达到活动高潮 在门河顿上午十点起 有型队伍将自中央公园西和106街交口起步 参加活动的花卉艺术家们也自即日起 在华后区的植物园进行准备工作 使全民众可以前往参观 华后区植物园的地址在法拉圣缅街43-50号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田 纽约采访报道 纽约丽人学院校长周星利日前宣布 与来自台湾台中的乔光科技大学文化访美团合作 将在纽约多个中文学校进行华语教学及手工艺教学 并将于本月28日中午在台湾会馆举行中秋敬老大会 带来精彩的文艺表演 在团长台湾台中乔光科技大学教授李一年的带领下 七位来自台中乔光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学生 自8月初期在纽约进行一个月的暑期实习计划 纽约令人学院校长周星利13号举行记者会 宣布该校与乔光科技大学文化访美团合作 在纽约多个中文学校进行华语文的教学及手工艺的教学 最特别的是将在本月28号中午在台湾会馆举行中秋敬老大会 将由周星利与代表团成员一起为社区民众带来精彩的文艺表演 也展现实习成果 介绍台湾以外他们还带很多才艺或者手工艺方面的文化的课程跟教学 很好玩因为有很多做手工艺的 有些是很新的大家都没看过 团长李一年教授表示 这七位优秀学生经过该校征选 将在纽约地区中文学校指导华语文棘手工艺的教学 不但可以体验海外生活 同时也宣扬中华文化 那所以说让学生们其实在就业之前能够有一番 所谓真正海外就业市场的一番认识 跟增加我们的就业竞争力是蛮好的一件事 然后相对的在纽约这个地方 能够让他们知道更多不一样的文化 也可以把台湾的美 台湾的科技人文等等一些美好的事情 带给外国朋友人知道 据了解代表团此次到访桥界 并乐意协助中文学校进行教学 如有中文学校 有意邀请代表团成员到访 可以打电话到718-961-3100 向丽人学院联系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田 纽约参访报导 再来关注一则南家新闻 美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 举行了中日关系座谈会 会研究麻生太郎 修宪言论 日本出云号直升机航母下水 中日当前关系等问题 做了深入的探讨 合同会轮值主席范允富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选举时赢得了过半的选票连任之后 气焰变得更加的嚣张 不仅财务大臣公然发表修宪讲话 又在钓鱼岛问题的敏感时刻 高调举行战舰下水仪式 1945年7月26号 波斯坦先元中美因素四个国家签了 你们写得很清楚 11条你们讲日本可以有工业 但是这工业只能为民生工业 而且还有就是为了你赔款 你可能需要点工业来生产点东西 但是绝对不可以有军备 也不可以有军事这方面的工业 就修改 这下老母亲都不知道就修改了 所以他后来道歉了 但是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 就是表示他下定决心要修改后平宪法 会中刘青史学尹张文基等学者都发表了 反对麻生太郎日前的修宪言论 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做法和二战时期 德国纳粹撕毁对德国军备射线的凡尔赛公约 如出一辙 是典型的军国主义表现 华语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